恒生指数今天突破了一万五千点的着力 相信是主要由于美股的表现是比预期中好的 美国的银行股的第一季度的业质是比预期中好 加上就是近期的经济数据有一些好转 内地的股市也在大的成交之下向上突破一些着力 相信对港股也有一些帮助 短期来说由于气氛跟基金大动机下 相信港股也有机会套战这个一万五千七百点左右的水平 我们相信恒生指数有利往上角度一段时间的